第五個面試加分的技巧 第五個面試加分的技巧就是 你如果可以選擇跟他約實體面試或者是線下面試 第五個面試技巧 第五個面試技巧就是 你如果有辦法選擇面試線上還是實體面試的話 你一定要選擇實體面試 線上面試我通常都覺得效果不太好 因為要嘛是我們的表情比較難呈現說 我們到底是在幹什麼 第五個面試技巧 如果你有第五個面試技巧 如果你可以有實體面試 你盡量就實體面試 不要去約線上面試 因為線上面試我這樣面下來 大部分都效果不太好 要嘛就是有點延遲 所以我們對話會互衝 然後我們表情長的 就是我們互動表情的部分 我覺得還蠻重要 還有肢體語言的東西也還蠻重要 線上面試就很難看到這些東西 所以他如果在旁邊做事啊幹嘛 因為線上面試我們就不是看著鏡頭 我們是看著螢幕 所以看起來眼睛就是光下看 然後他在做其他的事 我都不知道 所以其實很難知道我們的肢體語言啊 然後他到底已經聽力了還是怎麼樣的反應 我很難看出來 而且又有延遲 所以整個就是不是很流暢啊 除非他真的是什麼公司 在很遠的地方啊 或是怎樣 他剛好怎麼樣 他想要面試你 之類的 你在約線上面試就是 你有實體面試就實體面試啦 線上面試是第二個選擇 第五個面試加分 第五個面試加分 第五個面試加分技巧就是 你可以約的話 直接約實體面試 不要約線上面試 你不要說實體面試就在家裡 打開手機這樣子 面試這樣子 雖然時間成本比較少 但是你整個面試的效果差還蠻多的 因為我們線上面試啊 第一個 鏡頭根本我們不會看著鏡頭說話 我們一定是看著螢幕說話 所以我們整個那個表情啊 還有我們的肢體動作 其實都還蠻難看出來 對方到底在幹什麼了 然後呢 他如果在下面幹嘛做其他的事 我其實也看不出來 所以我們雙方就是溝通 有點延遲 然後又有點 然後可能對話還會互衝 衝到這樣子 很尷尬 也不是尷尬 反正就是效率效果不太好 所以就是如果有辦法去實體面試 直接面對面談 所有東西一難無疑 這樣子我覺得是比較好的